公權力不張 公權力不張 勞工權力照樣 拉起白布條吶喊 上百名南山人壽員工到行政院抗議 通聘銀燕良因為光中信金26日 發出的29億元現金鼓勵 銀燕良已經滿滿銀彈入貸 加上首張股票市值近百億 經營全戰沒開打 已經立於不敗之地 卻放任1700名南山員工 淪為健保流浪兒 我們的小英政府 你們有沒有聽到 我們的人民在受這樣子的迫害 喊得深思力竭 員工說公司不幫忙加勞健保 業務員只能轉向工會投保 10.5億勞健保費 通通由政府買單 燕良應該要有一點的社會良心 今天他可以對中信金 做那麼大的一個勾結 或是合併 為什麼不能對我們這些員工們 做一些好好的善意行為 南山也發聲明回應 強調一切合法 業務員社會保險費沒有轉嫁政府 只是員工出面喊話 儘管會態度強硬 強調營業糧想併中信金 想都不用想 因為營業糧當初入主南山時 就已經定下規矩 其中10年不移轉經營權的承諾 還有5年到期 保險公司依法也只能進行財務性投資 別想併購金控 一樣備受爭議的 還有趙鋒金被開罰57億 人民卻要買單11億罰款 現在有立委決定向前趙鋒金董 做蔡友才提起民事賠償 渡處財政部要求趙鋒金 現在就去對這些相關人士 有違法失職的 他的個人財產加以假處分 以免脫產 去年的2015年的10月 聯準會來了 而到了今年政黨輪替的前一天 5月18號 他們才把這金管報告送到金管會 把錢要回來還不夠 民進黨立委把矛頭指向救政府 通批隱瞞訊息的官員們 得負起政治責任 救政府這些官員 大家都說不知道 歸縮起來 這是我們人民要的嗎 然後現在要反過來 竟然做才來劃兩餐 小老百姓的血汗錢 誰來還人民公道 東森財經新聞 聯邮局 吳佑樹 余嘉豪 台北採訪報導